上完那个布以后我就开始上这个比较条 这个比较条的话 它是一个这么放这样子 两个装起来 装起来的话就这边扭 扭剪以后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装这个比较条了 这个比较条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从这里穿过去 这样子穿过来 然后这里有个上下活动的 这样子把它往上推 推的话这两边的话 就可以打开 打开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比较条 这样子塞过去 这样子一直塞 一直往里面塞 塞的话 它就这样子 把它堆到这个前面来 堆到这个前面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机器开的话 机器开的话 它就直接这样子过来 过来的以后 这里是有 显示有比较条 比较条的话 这个东西 是一个感应比较条的 可以设置 如果是没有比较条的话 以后 就说你可以设置三个 三个没有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包进来 这个设置的话 它就可以随便设置 是多少个发型啊 一个两个或者是十个都可以的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刚刚放完那个比较条以后 就开始看这一步了 这一步是一个汉耳的结构 这个这个地方是一个拉耳带的 从从这边拉过来以后 这两个的话 这两个的话 是一个假耳带的 它是摆那个耳带的 它是固定 固定这个地方 压耳带的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这么摆这个左右左右的 就是说 这边摆这个左右左右 这两个是这样子固定的 然后呢 现在开始穿耳带的 耳带是这样子穿过来的 然后这样子穿 从这里 这个地方 这样子 摆下来 从这个地方 这样子要 一直要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 穿过来 穿过来的以后 会从这里穿 这个地方有个孔 你要从这个孔里面 穿过去 它这个是一个气缸的 压上下的 它专门压这个耳带的 然后穿过去了以后 屏幕那个地方 有一个这样子 上下的 然后这样子 穿过去了以后 在屏幕那个地方 一点点它压下去了 以后 它就会固定住这个耳带 然后就从这里 这样子放 这样子就穿好这个耳带了 穿好耳带了以后呢 打完这边以后 就开始到这一边了 这一边是这个分钟 分钟的话 它是这里有一条虚线 中间这一条线 是中间这一条线 就在这里 刚好压到这个地方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 一偏过来这边的话 一定要从这个 这样子 从这个地方开始调 它这样 左右 左右调的 从这地方这样子 左右调 调了以后 就这样子 从这边就开始穿过去 穿过去的话 这是一个 这里面的话 是一个分钟的结构 它因为它这个 地方的话 它这个耳带的话 会经常会被这个 这分边的话压到 然后所以说 这里有个气管 这气管的话 要经常要吹 把这个气管这样子 把它这样子 没有打开以后 这样子 把这个 把这个耳带这样子 往下吹 往下吹的话 到时候它就不会被压到 然后这样子 从这边过来 过来的话 这个是一个 切刀 切刀 从这边就开始 成那个外形的 外形的以后呢 就是说 到这个外形的话 就是说 它这个会 可能会有变化 变化的话 到时候是说 多少的话 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加减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外观的话 改 改成那个 你需要的那个形状 然后就可以了